全球新闻 也出台一些新的规定 震动了市场 一位老恋的互联网用户 本月以讽刺的口吻 形容当今中国理想青年应有的形象 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不上课外班 不打游戏 不追星 这条被广泛分享的帖子说 在学校写完作业 每天看习大打选集一小时 每天十点前准时睡觉 主动承担家务 催爸爸妈妈赶紧生弟弟妹妹 并承诺帮忙带 以上的描述凸显出一件事 习近平推进共同富裕和财富再分配 其目的不仅是在压制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 接二连三 对从课外辅导到线上游戏和娱乐等行业的规定和官媒文章 其用意也在确保年轻一代变成积极向上 热爱国家和具生产力的劳工 中国有些年轻人正在拥抱一种被称为躺平的极简生活方式 鼓励学生在白领和高科技领域之外找工作 有助于减轻毕业生的求职压力 这也有助于实现另一目标 升级制造基地 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才能使中国摆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先进晶片的依赖 政治评论员前上海政法大学教授陈道云说 习近平时代就是要让中国成为强国 这需要建立在不受外国限制的强大制造业基础上 他说习近平不希望每个人都通过密集的课外辅导 挤进大学成为书呆子 他希望一些人进入职业学校 学得必要技能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不断学习和工作的巨大压力 促使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奉行躺平主义 实质上就是选择退出激烈的竞争 转而采取一种简单的收获方式 实现可实现的目标 中央电视台今年4月报道 年纪较轻的农民工宁愿选择工资较低的快递工作 而不是每天需要站在流水线前 至少八个小时的工厂打工 因为前者相对自由 对于政府来说 随着中国的老龄化 这种趋势不利其促进人口增长 和创造更富有生产力公民的目标 当局为了应对此一趋势 正在寻找更好的规范企业 对待工人的方式 一些被视为损害整体生活质量的行业 政府也出手规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师冯徐说 大家都想从事白领工作 父母也希望孩子成为白领 但这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 就是需要低端劳动者 这是一个两难 在医疗保健系统和酒店业 需要有大量的儿童护理和老年护理的劳动力 1990年代 习近平在福建福州工作时 曾负责管理一所职业学校长达六年 今年三月份习近平回到该校 他告诉学生 社会需求是金字塔形的 只有极少数人最终会从事高端研究 而针对社会大众的教育 旨在让他们做好准备适应社会需要 根据在中国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份录像片段 习近平说大部分人属于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哪有什么高低贵贱 他说你受到社会的需要 受到尊重 而且你能收入很好 这不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职业吗 但人的观念很难改变 今年夏天多个省份试图将一些大学 与名气较小的职业学校合并都遭到学生反对 迫使教育当局搁置了该计划 涉及的还不仅仅是职业 习近平三月份在闽江学院的讲话中说 应该把利得数人摆在首位 教师应该教学生如何做人 同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 不仅是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 网络上还有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 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影响 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各有关部门 共同努力研究解决 这或许可以解释当局 最近为何采取措施的约束游戏公司 将卡劳K场所一些敏感歌曲 列入黑名单 并整治娱乐业的饭圈文化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向彪说 人们觉得当前的发展模式 不是非常能够持续下去 且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下可以说需要且要求一场相对剧烈的变革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2021年中国资本市场财富蒸发至少7万亿 据自由亚洲报道 正当全球股市和资产价格大涨之际 中国却在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运作下 跟中国相关的金融资产却大幅下跌 是中国资本市场财富消融最剧烈的年份之一 财富蒸发主要集中发生在7月中下行之后 中国财经界统计 2021年1月1号到8月17号 中概股总市值净减少6600亿美元 港股总市值净减少6万亿港元 同期A股总市值增加2.1万亿人民币 合计下来 今年以来 大中华股市包括A股港股家 美股中概股整体市值减少了7.09万亿人民币 美股中概股是2021年大中华股市中的重灾区 截至2021年8月17号 2021年以来 中概股市值净减少660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4.29万亿 总市值减损比例达24% 7万亿的财富消融是什么概念呢 中国GDP大数100万亿 如果今年全年GDP增速刚好7% 可以粗糙大致理解为 今年一年全国白干了 截至周五19号 中概股和香港股市持续下跌 外资不断传出消息 要把资金撤离跟中国相关的金融产品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企悲哀 只能牺牲获利跟党走 不像美企能够影响政府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对自家企业的广泛监管打击 震惊美国投资者 专家指出 这不仅凸显两国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也让企业意识到 就影响政府政策而言 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如在美国 CNBC报道 美中两国的大企业都致力建立政治连接 从而影响政府政策 但美国系统是让公司影响政府 中国系统则是让企业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 咨询公司Taniel资深副总维尔道指出 在美国政府经常充当商业利益的公仆 无论是在科技或其他部门 但在中国 党希望企业为其发展目标服务 且愿意牺牲获利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版本旋转门机制的李泽仁指出 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已显著上升 他指出中国企业家早期较容易从当地政府获得补贴 廉价土地或其他福利 当时中央政府以GDP成长表现来评断地方官员 但自习近平2013年上任以来 衡量地方官员的标准更多是取决于帮助北京推进目标的程度 包括为所谓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达成房屋目标等等 李称现在官员不愿再与当地企业家勾结 因此企业做生意也变得更加困难 相比之下 美国企业能够聘请转战游说行业的前立法者或监管官员 帮助公司影响政府政策 最常见的是税客透过购买获得影响力 像是金元议员的竞选活动 或将资金投入议员偏好选区的计划项目 策略风险创办人埃萨克时宇就称 你可以这么说 美国政府对企业而言就是一个双向道互助关系 中国对中企来说则是半双向道 并非全然是党叫企业做什么 企业就要听从 因为企业也会提供回馈 只是与在美国的美国企业相比 他们少了一些推动机会 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广场舞扰民 中国你修法处罚 大妈说有别的办法 中国各地常见大妈们在早晨黄昏时分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 公共场所成群大跳广场舞 中国官方正考虑修改法令 将广场舞列入噪音污染处罚范围 不过热爱广场舞的大妈们说 不让我们跳舞 那我们就会想出别的办法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对于中国老年女性与少数男性而言 加入广场舞行列是保持健康和维持社交圈的低成本方式 不过住在附近的居民却很头痛 相关噪音投诉近年来急剧增加 过去部分居民公开反击 安装分贝测量设备 要求广场舞与会人士安静 并在某些情况下 向这些团体扔粪便或鸡蛋 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 17号审议修订环境造生污染防治法 在公共场所进行娱乐或锻炼等行为 将被限制活动时间与地点 若违反新规 将处以人民币200元至500元罚款 此项法案的实施对象 除了广场舞 还包括其他工业交通噪音 2014年 中国大妈们在许多知名国际公共场所 跳起广场舞 例如巴黎罗福宫外 莫斯科红场引发强烈反弹 2017年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曾警告 广场舞运动噪音 不应影响学生上课和住宿生活 但由于没有处罚方案 因此成效不大 如今要修法 一名62岁的中国大妈说 如果他们不让我们跳舞 那我们就会想出别的办法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台湾退役将领称 在台美军仅300到450人 据联合早报报道 台海军退役中将蓝宁利 在脸书上贴文说 目前在台的非建制美国军人 估计约在300到450人之间 他批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柯宁 指这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竟然说出如此离谱而不知轻重的情报 不排除是有心人故意喂给他的 据联合网报道 蓝宁利指出 柯宁不仅曾经担任过美国共和党 在国会参议院的党编译职 更为重要的是 他目前还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 重要成员之一 所有美国军方和政府的重要情报 他都应该知晓 蓝宁利贴文指出 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对情报的了解如此的不进入状况 难怪此次美国对阿富汗的情报判断 会发生世界级的误判 此次阿富汗被美国武器的抛弃 虽然台湾尽一切可能轻描淡写 以不能类比为借口文宣 主打台湾绝非阿富汗 他至于说 台湾如果有三万美军 请问是什么建制 是多少个旅约 还是多少个营 如此庞大的兵力 武器装备集结在哪里 指挥官势必要上将边界 谁在台湾见过美军上将 供应这三万驻军 势必还有极庞大的后勤支援设施 与人员在哪里 蓝宁利估计 目前在台的非建制美国军人 估计大约在300到450人之间 联合网在报道中写道 除去每年轮讯来台的现役军人外 固定驻台的美国军人 都集中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人数约有11人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内 设有安全合作组与联络事务组 由现役美军负责台美军事交流事宜 联络事务组长是陆军上校 下辖有陆海空军中校事务官三人 陆战队少校事务官一人 总计五人 安全合作组长同样也是陆军上校 下辖陆海空小组与训练办公室 每个小组有两到三名军职或国防文官 人数比联络事务足多 美国国防部会按资深律定 AIT驻台美军军官为驻台资深军事代表 大多数时候是由安全合作组长担任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疑似中国狱警讥讽吴亦凡影片疯传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一人吴亦凡因为涉嫌强奸罪 在8月16号被北京市长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随即出现一段疑似中国狱警 讲述吴亦凡未来狱中生活的影片疯传 这名警察在影片中不断使用吴亦凡的金句 我的狠大你忍一下来讥讽 还警告可能会有狱友将他推倒 然后对他说我的狠大你忍一下 警察表示监狱里日常规范和军训差不多 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 七点多开始准备劳动工作 中午吃饭休息后下午继续劳动 生活枯燥工作量挺大你忍一下 监狱旅住的是上下铺 而且没有空调 夏天闷热无比饭菜口味也只是尚可 饭菜一般而且没有大碗宽面 这里是说的吴亦凡的歌名 你忍一下 警察指出监狱到逢年过节时 会让罪犯才艺展示 这是吴亦凡可以大展神威的时候 可以让他唱一首大碗宽面陪你跨年 警察也提醒吴亦凡 如果有别的罪犯把你推倒 挥舞着拳头说 我的狠大你忍一下的时候 千万不要人 赶紧挣脱和预警说 这在监狱是绝对违规的 他表示无论谁的拳头很大 都不要忍一下 总之好好改造 服刑完毕以后赶紧回你的国家 这一段影片引发争议 有中国网友质疑可能是假警察 但其他人认为连警号都敢露出来 应该确实是警察无误 为了蹭热度 连基本警察素养都丢了 大可不必这么低级趣味 警察同志 请你要注意你的形象 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去年 疑似在偷渡台湾途中 遭到中国海警拦截送中 服完刑后返回香港 又遭到指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而根据港媒的消息报导 李宇轩跟另外一名被告陈子华 因为被控串谋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19号上午在香港高等法院挺上任罪 消息指出港版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 裁定两人罪诚 案件将压后到2022年1月3号上午10点提讯 李承随后遭到了警方还押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故事是民间抗争者的组织 成员李宇轩跟其他11人 因为涉及到反送中抗争 而被警方拘捕跟起诉 他们2020年8月试图要搭船偷渡到台湾 在中国的海域遭到广东海警来逮捕 这一起案件在当时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许多舆论也担心 他们在中国会遭受到不人道跟不公正的待遇 控方表示 31岁的李宇轩是受到香港媒体大亨李志英的指使 协助游说对香港跟中国来进行制裁 李宇轩在法庭上面承认控罪 并以英文表示 也就是说他承认陈述事实 并且在此道歉 李宇轩致歉时还向法官方向来治90度的鞠躬 亲中港媒详细描述控方对李宇轩的指控 指出两名被告为了执行李志英及其私人助理Mark Simon的阴谋跟指示 美国、英国跟日本的政客接触并且保持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网络 并组成了重框团队来寻求外国的支持 或者是对中国跟香港特别行政区施加不应该有的压力 与外国勾结已助长阴谋 控方表示 2019年9月下旬Mark Simon安排李宇轩会见美国参议员Rick Scott等人 跟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 李宇轩在某场会议当中还通过了展示277件用过的警察弹药 来游说上述的美国政客所谓的警察包型 控方也指出 2019年12月李宇轩前往美国 会见了一个在美国获得支持的名为香港民主委员会的美国组织的创始人 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建立网络并且游说对中国跟香港特区实施制裁 并且提到李宇轩曾经发送过一份名为香港镇压概况 滥用人权跟民主的造势者的制裁名单 希望透过中间人将此名单提交给参议员 敦促他们对香港的官员来实施制裁 这一份制裁名单针对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跟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在内的144个人 BBC中文指出 李志英因为反修立示威案被判监 正在监狱服刑 他也卷入到国安法等案件 案件10月12号在高等法院在提堂 李宇轩跟陈子华原本另外分别涉及到串谋协助罪犯 无牌管有弹药等罪名 但是法庭决定将控罪层党 李宇轩去年被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以偷越边境罪来判求7个月 罚款1万元人民币 今年3月22号出狱之后马上被押送回香港 他的案件在香港一直受到高度的关注 他在中国大陆服刑完毕返港时 家属一度无法跟他取得联系 而发声争取来接触李宇轩 在案件初期家属曾经质疑李宇轩的代表律师并非由家属来委任 而是官判的律师 不过这一些代表律师否认相关的指控 外界也经常把案件类比中国异见人士的遭遇 李宇轩在7月初案件提堂时已经表达认罪的意向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